大家好 我是文蔚 19届六中全会开完了 然后公报也出来了 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 然后我也看到了公报 看了一遍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整个公报太平庸了 太平庸了 没有任何一个 让人能够注意到的点 我就觉得你会开的有什么意义 整个公报读完了和没读 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像喝饮料似的 没有任何滋味 就和白开水是一样的 这种感觉 整个公报我看完感觉 我就给大家总结 用大白话总结 第一点就是毛泽东 很好 两个很好 邓小平 很好 一个很好 江泽民 很好 一个很好 然后胡锦涛 勉强也是一个很好 基本就这样 然后到习近平这 可能多少有些变化 就是很好 很好 很好 篇幅长一点 就是给三个很好 然后到最后 共产党最好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公报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的平庸 平庸到很异常 你知道吧 大家谈到公报 包括谈到历史决议 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会不会有破 或者有利益 大家可能还会想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什么都没有 谈到毛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他说话特别小心 战战兢兢 如理薄冰 不敢多说一句话 不敢写错一个字 基本就是这样 对于他们的这些描述都是存在 对于他们以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 一个字也不敢提 一个字也没提 你比如说对于汪大革命 对于邓小平的六四 不敢提 你就算是不敢说反对的话 你支持一下也行 你比如说我就是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你习近平敢这么说吗 他也不敢 整体上就是他前面对于他前面的那些人的论述 就是跟没说一样 就是在不断的吹捧 就像一个和氏佬一样 就给人感觉就是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你还不敢忽略他们 比如说你管说好听的也就算了 那你就光说毛泽东 或者把邓小平描述一下 你就直接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给忽略了 这样也能显出你 是不是能跟毛泽东和邓小平比肩 他也不敢 还得规规矩矩的把江泽民和胡锦涛 都得拿出来说一遍 还只能说好听的 好了 有人说 你看他描述自己的时候 不说的也很多 你说的很多 我觉得说的也很平庸 为什么这么讲 前两天就是不有一篇文章 叫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 奋进新征程 你看这题目起的 然后在这个文章里 前两天我也说了 他提到了六点 说习近平是既往开来的领航人 是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 是开辟新境界的时代变革者 然后是让国家强起来的战略家 实干家 你看这话说的 我看到在公报里面 对习近平的描述 反正都是一些套话 就这么说 就没有看到说 哪怕夸张一点的 好像很少 几乎没有 就是在不断的 很平淡的在这样描述 只不过就是篇幅长了一点 而且他里头很多说的内容 我觉得还有一些高级黑的成分 你比如说中国 就是在十八大以后 在习近平的调整之下 然后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好 他不是搞笑吗 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电都快发不出来了 还经济很好 然后又说什么台湾台海关系的主动权 在北京 在习近平这 这个意思吧 人家美军的飞机都飞了多少次了 人蔡英文都说了 美军就在台湾 你这个时候你还这么讲 那你不就是自打耳光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内容是长了点 但是我觉得很平淡 而且还有高级黑的成分 所以说你整个就看他的公报 我就觉得怎么说 对于这次十九届六中全会 大家多少还是有一些 想要知道结果的状态 就是说毕竟他要有一个历史决议 大家对历史决议的这种看法 就是以前前两次历史决议 那么这次肯定会有破也有利 对不对 甚至他会提到他们前面那些人的一些问题 一次显示习近平的伟大与了不起 一次显示他的就是说勇气 结果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像像我刚才讲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看的就是特别的无聊 开与不开没啥区别 也就是这次会吧 就是习近平整体上基本上就是 算是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吧 就是比别人多那么一几段 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他现在的能力吧 也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从这个公报 从这次这个六人全会的结果 我们就基本上能够很清晰的看到 习近平他目前的这种处境 他的权力呢 不像外界想的那么大 他的权力呢 应该说是很虚弱的 怎么说呢 从这个十九大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说习近平的权力呢 如日中天呢 然后在他决定要长期连任 修改宪法以后 我们就看到他的权力 就是在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滑落 不断的滑落 对吧 以前反对他的人 当然还是反对他 以前就在中间的人啊 很多很大部分都变成开始反对他的人了 然后甚至有些跟他站在一起的人 现在也开始 对吧 存二心 甚至有些就是完全跟他一起 像王岐山这样的人 对吧 他对王岐山这样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 因为王岐山这样的人 咱们不敢百分之百说 他可能也有别的想法了 已经 应该说习近平就是重判亲离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的权力呢 也在快速的缩水 那你看这次这个六中全会 基本上我的感觉他基本上能就能保住自己的面子吧 面子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也不好说 那么往后的话呢 习近平的权力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肯定是越来越弱 习近平的权力 因为你中国的经济现在也没有办法逆转了 整个房地产的很多方面还是在快速的往下滑 那这样你习近平手里头能控制的资源就越来越少 你资源少了权力就少了 对吧 而且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呢 责任都在你习近平这啊 对吧 大家就能以此来不断的削弱你的权力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状态 再有就是比如台湾问题 对吧 台湾 美国的军机 飞到台湾一次 就等于说是在全世界人面前 结结实实的给习近平一个耳光 对吧 那就是他在这个体制内的权威就会被削弱一次 他还没有什么作为 反复的飞 反复的飞 那就他整个的权力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缩水 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习近平和他的反对势力的这种权力的平衡呢 具有可能被打破 那这里面就提到了 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明年二十大 他能不能连任的问题 现在看来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会存在非常大的这种变数 对吧 就是有人你乍一看这个 这次这个公报 六人权威的这个公报 你会觉得哎呀 习近平这篇幅很长啊 好像如何如何 但你仔细去看 真的真的不是那样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也仅供大家参考 所以说整个吧 这个决议 我觉得这个公报就是废纸一张 看与不看都无所谓 然后明年二十大这个连任这个事吧 里面会充满变数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看到 肯定体制内的权斗啊 会越来越激烈 问题会越来越多 不信咱们就慢慢看 我整个就看 现在这个中国社会 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所有的事情吧 都趋于平庸化 对吧 硕士呢 也是那么多 一大堆 博士呢 也是一大堆 然后这个教授呢 也非常非常多 然后博导呢 也特别多 然后官员呢 这些官员有能力的 就非常少 全都是很平庸的 然后本来琢磨着吧 对吧 你这个就是这个决议哈 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啊 是不是 会不会有点 有点变化呢 一看呢 还是非常平庸 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样 整个中国社会吧 我看到啊 就从上到下 大家都一点点 去躺平的这个状态 官员也是 全都躺平 然后呢 问题呢 还一大堆 一大堆问题 很不好解决 然后都等着习近平去解决 那习近平呢 能力还非常的这个平庸 然后呢 他周围的一大堆人吧 也是都是趋于平庸 然后他们制定的政策呢 往往都是 使这个问题更严重的 这样一种状态 整个中国吧 就像是 这个 在一个公共汽车上 大家都睡着了 然后呢 习近平自己开车 然后呢 就是他也是 有点出于那种 怎么说呢 可能喝酒也喝多了 这个状态 然后就不停地往前开 看看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今天吧 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 六人全会的这个结果啊 有这么一点点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仅供大家参考 好 先去找这么多啊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